通过刘易辅助小白击杀黑青园的数量不断上升 伴随着小白震耳欲聋的吼声 小白成为了新一任青园王 周围的黑青园看到小白变成完全体后 个个都惊恐不已 纷纷退缩逃窜 看着小白的巅峰属性 刘易感叹道 这就是纯肉盾的属性啊 要是能带着他走 那我岂不是无敌了吗 可惜无法带他出这块领地 走 小白 带我去获取算链 他们来到黑族地屋前 刘易发现 黑族青园被杀之后 地屋便会亮下 这和之前在白族地屋前发生的一面 这之间是有什么联系吗 这是小白已经将黑族地屋中的算力全部取出 刘易接过来算力系统通知 吸收到算力2535 请尽快注入魔的承载物中 看着自己手中的算力 一共有3081 这样远远不够给一号升级的 此时的小白 仿不感应到主人的需求 一拳打在黑族地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系统通知他的算力 已经到达二层算力上线 请尽快领地生平 前往第三层 刘易看着眼前 源源不断的算力 自己却无法得到 除了心疼 还是心疼 只有心疼 刘易问鸣蛇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青园领地 一起带去三层 鸣蛇说 你可以让青园领地 和一号共生 但是那样的话 你升级私人领地算力 估计要增加个百来败吧 但是 我建议你把它留在这里收集算力 也许某一天我们用得到 看到代价如此之大 刘易还是决定 就让小白和李蒂 待在二层继续收集算力 随后刘易升级了一号 伴随着系统的通知 刘易开始前往境外之地 第三层 刘易想着 自己应该是最快抵达第三层 保持这样的速度在 这样权柄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就在这时 他们的群鸟里发了消息 魏希发出求救信息 自己达到了第三层 这里没有领地 全部都是龟虚 自己已经被龟虚吞了 在二层的如雷 和热气层层爱慕能够 魏希最后问到刘易 是否来到三层 向刘易寻求帮忙 看到此信息的刘易 大致命 这位希怎么会这么好 她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